大家好 早上 今天是10月16日 星期三 逢星期三我都要去交易廣場TVV做節目 所以一樣找一個靜點的地方 和大家做個做事的分析 好了 記得10月份本來的市 是由7號的高位 23241點 跌到9號的低位 20190 即是說3天之內指數跌了3051點 說波幅一定不算少 但問題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3個交易點之內 即是說 只要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市是會等機會進一步向下找這個月的新低 因為7號如果出現這個月的高位 如果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這個月的低位應該是中旬之後 或者下旬時分才出來的 按照現在的情況 正正好就是早前月初的預測 看看昨天的市況 昨天恆子早市才低於46點 去到21,046點 之後有少少的後秋 到21,095點 這一刻是倒升3點 但是賣盤不足 加上沽額把一段湧現 結果市況就輾轉反覆下限 一路跌到下午最低是見過20,154點 這一刻是跌了938點 結果上都不知創了10月的新低 好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暫時今個月的指數 是由7號的高位23,241點 跌到15號 昨天的低位20,154點 即是說今個月的波幅 輕輕擴闊到有3,087點 技術上、形態上 可能仍然會進一步向下找今個月的低位 大家要留意 好了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直到昨天收市為止 恒指已經連續5天低收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10天平均移動線現在在21,576點 很簡單說 指數一天仍然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即是說第一個市已經擺脫了不斷向上沉頂的形態 這點很重要 第二 只要沽壓稍為進一步明顯的話 恒指是會進一步下市條20天線 事實上20天線已經昨天升到上去20,071點 今日仍然會進一步上升 如果今日指數再跌多一點 是會稍為觸合甚至會跌穿20天線 好了 昨天的市場 尾後就有少少技術上壓轉定 指數最後收到20,318點 仍然升到774點 成交金額2612億 先說大市的形態 第一 先高後低形態暫時改變不到 因為高位在23,241點 很遠 反而逐步向上沉低位的形態 似乎比較明顯 第二 剛才提到 指數已經連續往日低收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的市已經進入中期升後的一個消化和回頭當中 由8月5日的低位16,441點 升到10月7日的高位23,241點 一共升了6,88點 經過6,88點的上升 如果股市最終是要調整這個升幅的一半 大家留意股市是有機會低見19,841點 這個是從一個技術上走勢來做一個分析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 或者多點少點這個零計 反正就是表示大線 暫時處於一個升後的調整形態之中 還有一件事很關鍵就是成交金額 過去的股市成交金額大部分時間都是幾百億千億 但是近期來說成交金額正一點都有兩千多億 那就是說資金仍然在局裏面 變成大市調整完之後 仍然有機會作一個技術上的回升 當然最終都要看中央政府的政策 這一站直到現在這分鐘都是政策先 政策拉動資金的入市 所以造就了這個升勢 不是經濟好了 不是基本因素強了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留意 股市升得來是充滿投機性的 那既然現在的市 有機會進一步做一個回調 我們暫時就等一等 觀察一下市 看看何時才會跌定 然後再做部署就比較好些了 好 早期的時分分析就講到這裏 大家記得按讚、留言、訂閱、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